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梁偉珊 五線瑜繼續休假 歡迎大家收看今日的香港一週新聞 昨日年來一直被拒絕進入中國的香港民主派議員首次度珠江三角考察完畢 率領恥行的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表示 議員和廣東省市領導直接交談是難能可貴 希望議員深思恥行的成果 而民主黨主席李永達就表示 希望立法會和廣東省可以建立溝通的平台 討論兩地民生和經濟的問題 不至於政治就期望可以到北京表達他們的訴求 趙宇杰報道